很多人说老怀疑朱顶红实在太好玩了 但是花后怎么养护啊 今天呢给大家来一个详细的朱顶红教学 首先第一点你要了解朱顶红 它是春生夏长秋收冬长 就是春夏秋冬 这个呢也是来自于一个网友总结的 非常的哇塞 它在春天呢是它的一个成长期和夏天 夏天很过度高温的时候它会长得比较慢 现在这个季节嘛就该收获了 一般来说呢朱顶红的话 它会从这个总球边上带一些个小球 就会长一些个侧牙这种小球 小球的话呢可以掰下来 就是等到再成熟一些 一体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等到下霜 它上面的叶子全部冻干了 明白了吗 全部冻干了之后就是在冷的时候 接近于零下了就差不多 不要低于零下五度 零下五度可能会把球给冻伤 所以说呢等上面的冻干了以后 再去收是比较好的 这是第一点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生长 大家不论是盆栽还是地栽 一定要用松软透气的土壤 如果你过分的硬它会长不开的 如果大家买到的是那种进口的猪 买回来以后呢浅埋 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是漏着球 浅埋爱开花 等到后期了就开完花了以后 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做了修剪 我们把这些个花全部给它剪了 很多话说你为什么剪 我们这个呢 是剪了之后为了养球 明白了吗 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大棚里面 不会让它去休眠 会拉长它的生长周期 明年春天和夏天 就让它这种长叶子 长起来之后呢 会让它分球 让它球更大 球养一年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以一个很低的价格去出售了 这个是我们盈利的一个方式 那很多的花友呢 你可以干嘛呢 可以把各种的这种不同颜色的花粉 给它进行杂交 杂交之后呢 它会剪种子 有没有了吗 臭包 那我们剪掉呢 是为了养球啊 我们没有时间去育种 我们育种的话 短则三年 长则五六年 才能育出来一个品种 而且呢 如果说想要去申请专利 可能还过不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给它剪了 为了最大的一个商业的话 这第一个是 第二个呢 那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剪的时候呢 不会像花友们剪的时候 把这个剪的特别深 尽量的把这个伤口这个位置啊 剪的时候 你不要给它剪到这个空拐拐 因为里面它是空的 不要那样剪 剪的话容易伤流 回流出去液体呢 就容易烂 明白了吗 剪了之后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它会更快的长下一波 我们是为了让它赶紧开完花 开完花之后呢 赶紧长叶子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做了修剪 你们可以剪可以不剪 我不歉意 你们剪 是为了你们要看更多的花 开完花之后 从这个位置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就这个 不要给它剪的太靠下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呢 就长出来叶子之后呢 有多好的光照 尽量的给出光照 让它去长叶子 等到明年 你如果说现在买的话 让它开花啊 等到叶子长出来 等到明年秋天让它冻了以后 你再去收获球 那样是比较好的 冬天是给它藏起来 就像储存洋葱 大姜大蒜是一个道理 明年春天再冻 就可以了 那你地摘的话 就可以不用管 冬天的时候 做一下覆盖 防止总球的一个冻伤 就OK了 这个叶子可以不用剪 不需要剪 如果说 你那边 着急收球的话 气温又很低 你可以剪了以后 把球收起来 这是一个点 有的话说 受粉怎么收 受粉的话 就是你看 这个黄色的这些个花蕊 这些都是花粉 你把不同颜色的花 往一块对就行了 万一结出来是什么样 那是你们的事 因为你们自己玩 不掀测商业的话 是不违规的 不违法的 你们自己玩就行了 别的也没什么 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 等到开完花 长完叶像这种 你可以稍微深埋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 过多的去管理 可以稍微深埋一下 就埋到脖子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更利于它的一个掌球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深埋一下 别的没什么 好了 学到了 记得点个关注吧 老花一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 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掰了这边